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之前有两条新闻 我miss了 没有提到 那么我今天补充一下 就是之前有一条新闻 是前几天 关于美国的莱特希德贸易代表和刘鹤副总理 进行一个会议 这个是检讨过去这六个月的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进展情况 那么这个会议被推迟了 这个推迟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中方想要推迟 那么其实美方也愿意推迟 我们可以看到从中方的角度来讲 推迟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 中方想要在这个议题上面加入 关于高科技制裁的问题 把这些东西加进去 美国是不太同意的 可能在这方面他们是有一些分歧的 另外一点就是北戴河会议 这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斗争的情况 现在还不太明了 现在还有激烈的斗争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把这个会议要推迟一下 壤外必先按内 先把这个党内的事情先处理好 所以说这个会议就推迟了 另外从美国角度 为什么要推迟这个会议 为什么同意推迟这个会议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中国在低阶段贸易协议里边 他买的东西太少太少 总计跟协议规定的数额 差不多还不到四分之一 就是说中国的旅行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 当然你可以说疫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你还是说不过去 这个程度太低 比如说能源方面 买的不到这个协议里边规定的5%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谈判的话 这个确实很难看 这个结果很难看 现在川普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选情对不对 那么拜登现在已经开始攻击川普了 说这个贸易协议是完全的失败 那么川普要证明自己 我这个贸易协议没有失败 所以说要给中国更多的时间 去购买美国的产品 所以说推迟之后 现在我们确实也看到了 中国加大力度 疯狂的购买美国农产品 美国的能源 从美国角度来讲 就是说再给你点时间 你再多买一点 这样谈判的时候 我们好谈 那么这是美国的一个考量 但是我觉得 我总觉得隐隐约约的不太对劲 为什么 就是中方为什么 在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就是实际上已经开始 这个要回顾过去六个月的 这个落实情况的时候 才开始大面积的疯狂的购买 美国的产品 为什么之前没有购买 为什么现在在疯狂的购买 那你说中国缺粮 那之前不是也一样缺粮吗 至少我们去看这个落实情况 在农产品方面仍然落后一大截 我觉得中国在玩一个把戏 实际上在耍川普 我们都知道 中国政府是不希望川普当选的 不希望川普连任的 他希望拜登连任 这是川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那么所以他就是让川普的 第一阶段的协议破产 这样的话 拜登就有足够的力量 足够的理由去骂川普了 说你这个好不容易谈了一个 跟中国谈了一个协议 最后还是一个失败的协议 最后还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 这个就是川普的一个政绩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政绩 最后效果也仍然是非常不好的 总统辩论的时候 这个东西也拿不太出手来 你规定了是买 比如说100吨 你最后再买了10吨20吨 你这个协议有什么意义 你说比去年要增加更多 但不仅没增加更多 反而更少了 所以说川普在这个问题上 会被中国摆一道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小九九 但是他又不能做太绝 就是说刚签了协议 然后就不遵守 一点都不遵守 也不可能 对吧 因为他知道川普真的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把美国激怒的话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那比现在要严厉的多的多 中国可能也吃不消 所以说中国在玩两手 一方面 我就是不给你买足够的东西 就是要让你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另外 我又在你要求情况下 或者到了重新审核情况 我又突然加大力度疯狂购买 看起来好像疯狂购买 这样好像就证明 我并不是不想买 我之前是因为能力问题 或者什么原因 现在你不是要求了吗 那么我还是要多买一买 就突然的增加 大家看到了川普在前两天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 他说中国最近这两天 在疯狂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那么川普为什么特意强调 中国最近在疯狂的购买 就是因为他之前买的不够 所以他在现在强调 中国现在确实在落实 因为他在疯狂的购买 但如果你去看这个数据 差太远太远 所以这是中国在故意玩这个手段 就是在不激怒川普的同时 在安抚川普的同时 还给你穿小鞋 还给你摆一道 希望你落选 希望你不能连任 所以说这是我认为 双方的在第一阶的贸易协议上面 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么这也是基于我对共产党的了解 对共产党的认知 因为这个贸易协议 本来他就不想签 是美国通过贸易战逼着他签的 而且他签了 他也不打算遵守的 所以他这个摆一道 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这个是符合逻辑的 那么这条新闻 我也不想再延伸的讲开讲了 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推迟的这个事情 以后我们可以再继续观察 另外就是第二个新闻 我想提到的一个就是CIA的最近有一个探员被抓了 这个探员出卖了美国的情报给中国政府 然后他获得了这个法庭文件显示是5万美元的酬劳 一方面这个人已经67岁了 已经离开CIA好多年了 他是在1982年到1989年是在CIA工作的 所以他给的这个秘密 也不是多么大的秘密 所以他拿到了5万美元 也不是很多 据这个法庭文件的介绍是2019年的时候 FBI的探员伪装成中国的安全人员接触他 然后问他就是说 之前给你的钱够不够 或者说你满不满意跟我们的合作 作为一个类似回访的那样的东西 然后他就直接就把之前收到中国的钱 包括给中国的这个秘密的文件 把这事都透露出来了 当场就被抓了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他的一个亲戚 说是85岁的一个亲戚 也同样出卖这些美国的秘密给中国 但是因为这人已经85岁了 这个律师的理由是这个人认知有问题 可能有些老年撤胎了 总之就是这个人就没有起诉 起诉了他的一个更年轻一点的亲戚 我不知道这个亲戚指的是不是他父子的关系 总之就是一个人当美奸 全家当美奸 其实就在去年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个事情 也是CIA的探员出卖情报 被判了19年有机徒刑 那么看到这条信息 我就觉得说在美国的政府内部 在美国现在要进行跟中国冷战的时候 你不要怪人家要排华 因为是你们华人 在美国的华人不争气 是你们在华人有害群之马 为中国政府 为他的所谓的祖国去效力 其中这个姓马的人 就是第一个这个人 他还跟这个伪装的这个FBS探员说 我希望这个为祖国贡献 希望祖国能够成功 他告诉美国的这个卧底 说明他就是要背叛美国 希望美国的敌国 就是中国成功 你说这样的话 还有人会相信在美国的华裔吗 这些华人还能相信你们吗 出了这么多的这个 跟祖国有关系的这些人 所以说在美国的华人 我觉得你要想自保的话 你真的是要 不仅是要跟中国共产党 保持一定距离 要小心成为美奸 小心被这个统战 甚至你还要主动的 要跟对方决裂 你要主动的把对方当做敌人 你要比美国的白人 更加的热爱美国 更加的坚定的 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 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自保 否则的话人家都会怀疑你 你甚至不说话都会怀疑你 你是不是心系祖国 你是不是身在曹英 心在汉 总是会有这种怀疑 因为太多的案例了 这么多的案例 证明了就是说华人是不可信的 我觉得这个是带来一个 非常坏的头 或者说所有的海外的华人 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 应该要警醒 应该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这期的快报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而且我开通了会员的功能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